卫生福利部公布了国内疫情不断的升温 人数是一直的攀高 而在14号的晚间 华林县长徐真伟也指示了 华林县政府的联合机查小组 和华林县警察局 全面进行第二次的机查辖区内 八大行业的工作 确保商家能够依照卫生福利部的 要求进行防疫工作 以防堵群聚感染的事情发生 华林县政府为了维护民众健康 保护华林净土 14号晚间再次进行 联合机查八大行业的实施领检 有鉴于其他县市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恐怕造成防疫破口 因此县政府立即联合机查八大行业等营业场所 确保业者配合防疫政策 落实实名制、酒精消毒等相关的防疫作为 我们今天特别来看KTV这种歌唱演艺厅 希望他们能够落实防疫的政策 包括近来就必须要食兵制 要洗酒精喷上消毒 量体温、戴口罩 在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是希望他不要再有饮食 不过不管比如说我想落实防疫 才能够让我们在里面欢畅的快乐 花莲县副县长严新章连续两个晚上 亲自参加了花莲县警察局及联合机查小组的勤钱教育 除了指示这一次机查重点之外 花莲县警察局局长蔡丁贤也要求警察同仁 务必做好自身的防疫措施 执勤过程中也一定要戴口罩及手套 盘查身份时要保持一定距离 要确保同仁的健康 据林杰花莲市报道